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二十亿 这个两个十亿 它其实就是把什么 我们所有的总价加总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它的一个实际的计算是怎么算的呢 好 首先 如果我们自己要去使用这个数值 也许我会在什么地方去计算个加总 所以你也会算 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总价 可是我们如果想要自己去算出一个单一的量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点选这张资料表 其实你不点选无所谓的 其实你不点选无所谓的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增量值 我只新增一个值 既然一个值我不是增加资料行吗 所以我就点新增量值 这个量值呢 假设我们叫做总销售额 这跟这个总价不太一样哦 其实现在所代表意思是一样 可是应该知道 一个是栏位的那个整栏的资料把它加整起来 那我现在我们来算一下就是说 比如说所有这个总金额是 总共的销售额是多少 所以我们直接这边输入 总销售额 总销售额 总销售额等于什么呢 好 例如说加总 加总是不是SUM 这个SUM它一定要接 一定要接就是什么格子把它加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选那个销售里面的总价 就这一个 销售里面的总价 然后CAP键 再加一个又刮股 又刮股 好 直接点一下 8 这样我们就算完了 这样我们就算完了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直接做出这个总销售额 看看它是也是出现 2个10亿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回到我们的报表 好 用这一个 可是这时候我就不是点这个总价了 我点的是这个总销售额打勾 这边是不是出现2个10亿 是不是跟刚刚做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意思代表什么 我们的总销售额是2个10亿 可以哦 因为你一定要会用函数 而且这还是你本来就理论上应该算是最简单的 那等一下我就想要教你 那2008年的总销售额是多少 你要会算 好 我们先算到这个地方 记得我用的方式是什么 新增量值 不是新增资料行 因为我只有算一个值 但是